好,接著到Session B,Materials Chemistry 不過坦白說,這個選修單元全香港都不少學校有選擇 很不受歡迎的,不知為何 但我認為就不太難去考考 反而如果同學覺得數學自己差的話 反而可以避免讀Industrial Camp,選擇讀Material Camp 當然啦,其實不到你選擇的,是你學校的阿sir幫你選擇了 但我覺得如果考試的話 你都真的可以自己去找途徑,去學Material Camp 可能夠了一命的 因為有同學,譬如剛剛Industrial Camp 覺得數比較難計算 那你真的會覺得是吃力一點 Material Camp我認為都是背的 但分數的分數其實不會太差 你可以自己衡量一下,看看哪個單元分數最高 我們先說一說份卷 我們先說A1 Part 它叫我們說一下為什麼Cellulose可以吸到水 但是Cellulose就不可以 這些是很簡單的 所謂吸水就是和水分成Hylgium bond 但為什麼可以呢? 就是因為Cellulose Cellulose呢 是有非常之多的 非常之多的 非常之多的Hylgium group 非常之多的Hylgium group 非常之多的Hylgium group 這樣就能夠怎樣呢? 就能夠跟水分成Hylgium bond 這樣就能夠吸到水 OK嗎? 這些真的不太難 但是兩分呢 寫一句就不夠 說到Kai-Teen 那Kai-Teen又怎樣呢? Kai-Teen就吸不到水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其實它呢 就是Hylgium group 非常之強的Hylgium bond 就是Between 我們的Cellulose 和A-min 如果你們不明白的話 你要拿回Kai-Teen的Structure 看看 OK 事實上呢 它們有非常之強的Hylgium bond Between each other 那就怎樣呢? 變相就是它們自己的形狀 就不同水形狀 是吧? 那就會怎樣呢? 就會Hinder 就會Hinder 我們說那個叫做 Dissolution in water 你想一下 你的Polymer 自己和自己的Hylgium bond 那就是不同水形狀 那就是變相 好像吸不到水 這樣解釋 OK嗎? 這些其實是Test Book題目 他們就說 這些Test Book 都問過很多次了 其實事實上是 所以患難真的不算太深 所以同學真的可以考慮一下 讀Material Chem 好 那之後到Part A2 它就叫你講一下 一個Liquid Crystal 的用途 這個也是Test Book題目 Liquid Crystal 最出名的是什麼? 那當然是Liquid Crystal Display 是嗎? LCD 這個也是非常普遍的 Liquid Crystal 的生活例子 好 第三部分 那我就說 它提供了一個 Natural Rubber 那個Polymer 那個Chain 第一部分 你會畫一個Repeating Unit 這個也不難 你會找到哪一個 是在重複 應該呢 你會發現 好像一個 異色形 那就是 答案就是 類似這樣 OK 就是類似這個 那這個就是 Repeating Unit 留意一些 凍穿的位置 不要不凍穿 好 最後 我們的第二部分 就說 如果我把Rubber 進行Falconization 那有什麼都會增加 更改 所謂Falconization 即是怎樣呢 即是它把Rubber 中間 加一些Cross Link Rubber Rubber之間 加一些Cross Link 當然會更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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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怎樣叫做 Tensile Strength Tensile Strength 或者Hardness 其實 今次都收課 但最好還是Tensile Strength Hardness 比較 比較 雷紋 比較 雷紋 但是聽說 是比較 材質 雷紋 但是聽說 是比較 雷紋